椎间孔镜介绍 龚四海中西医结合骨科 主任医师 椎间孔镜实际上是一个 微创的手术治疗方法 它的适应症主要在椎间盘突出 和椎管辖子这一类的病 那么椎间孔镜它首先是一个手术技术 它是微创的 就像我们说关节镜一样 它是个微创的 它用一个小切口 插进去以后 可以看到对我豁出的椎间盘 采取切除 或者对我们椎管辖子把它扩张 它就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它是个微创 对人气造成了进一步的伤害 相对来说小一点 但是椎间孔镜它要求比较高 也不能随意去做 这种病例有它的局限性 你不能说所有的椎间盘突出 都能采取椎间孔镜 因为椎间盘它是分阶段的 145椎间盘和15级的椎间盘 这两个就不在一块 那么椎间孔镜可能有两次做 这是要选择椎间孔镜的治疗的适应症 也很关键 所以椎间孔镜这一块 它是一个微创治疗 也值得推广 但是有时往往可能还有它的局限性 大家在选择上还要慎重 专家提示 1. 椎间孔镜是微创的手术治疗方法 适应症主要是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 2. 用小切口切除突出的椎间盘 或扩张椎管狭窄 3. 对人体伤害较小 但也有局限性 选择时要慎重